第十五章 奴家福音 奴家福音第十五章 众帅利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为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及经师们是 诗以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谁对他们切了 这个比喻说 你门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 遗失了其中的一只 而不把这九十九只雕在荒野 去沉密哪遗失的一只 直到抓着呢 待抓着鸟 就喜欢的把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到家中 请他的友好及伦人来 吸他们说 你们与我同乐罢 因为我那只为失了的羊 又找到鸟 我告诉你们 同样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 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二人 或者哪个妇女 有十个达马 若为失了一个达马 而不点上灯 打掃房屋 细心尋找 直到抓着呢 代抓着鸟 他就请女友及伦人来说 你们与我同乐罢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马又找到鸟 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是这样欢乐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小的向父亲说 父亲 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 父亲谁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 就往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方淫度日 耗费他的资财 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 那地方正欲着大方年 他便开始窮困起来 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 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甲来果腹 可是没有人吸他 他反攻自问 我父亲有多少荣公 都口粮封盛 我在这里反要我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并且要吸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清作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荣公吧 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他离的还原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连吻的心 跑上前去 学到他的伯子上 热情地亲吻他 儿子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清作你的儿子 了 父亲 父亲 却吩咐自己的伯人说 你门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带在他手上 给他脚上穿上鞋 再把那只肥牛毒牵来宰了 我们应吃喝欢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宴起来 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 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 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 谁叫一个伯人过来 问他这是什么事 伯人向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 便为他宰了哪只肥牛毒 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谁出来劝解他 他回答父亲说 你看 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未吸过我一只小山羊 让我和我的朋友们欢宴 但你这个儿子和昌记门号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哪只肥牛毒 父亲给他说 牌子 你尝同我在一起 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应当欢宴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